去当天 女子得到追砍 魏部门的老公 姓河的 你给我站住 苏大鸭 你死了这条心 我绝不可能娶你的 你受了我俩财礼 就是我的父亲 你做梦 要不是被没人骗了 打死我都不来这里 真是假的意义了 这河同胜他被媒婆给骗了 说着他入追的是老苏家 结果见面了 居然是那个厄贵一国的小苏家 这不是逃命的吗 这孩子可太惨了 让小苏家冰丧了没好了 那呀 你别想你 你快醒醒 爹 姓河的头去镇上 我就是一个父亲 爹房也给你绑一个回来 咱们先把永姐送回去 然后你给我出去绑个男人 回来坐你请 爹 相亲们好像都把门关上 走咱们去关到绑人 你水灵灵的出现 还杀了我这么多兄弟 今天你的钱要留下 人也要留下 爹 咱们绑哪个 就那个黑衣服的 能打 腰好 肯定能生 生孩子不是女人的事吗 男人腰不好 女人有的生 哦 你小子现在自愿回去 给我兄弟们乐呵乐呵 我就饶你一命 滚 敬酒不吃吃法酒 给我嘎 爹 我还没用力 他就倒下了 看来还是我要好 看来后面得给女婿多买点不要 争取一年爆料 两年爆散 车上好像还有人握去看看 你给他绑起来 怎么还是这里 难道真的穿越了吗 这已经是苏小小第八次睁眼了 他发现自己穿越了 本来是现代的一名军衣间王牌狙击手 却成为一名恶霸 名叫苏大鸭 家里有个恶霸爹和恶霸弟弟 分别叫苏成 苏二狗 一家三口在村子里 人见人怕 不过爹和弟弟 却十分疼爱他 前不久 他看上了何东生 老爹便花光了家中积蓄 托媒婆求婚 本来今天是见面的人 没想到 何东生是被媒婆给添上门的 结果就发生了之前的事 闺女 你醒了 你吓死爹了 那姓何的小子不值得 爹总有一日 会把那小子过了喂住 我没事 你有事 你都不哭了 我难道要上演一出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是地中的苏大鸭还真是这样 伤友不顺心就大哭大闹 我想通了 姓何的也不咋地 配不上我 改热我自己来做 这才是我闺女 爹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都行 爹给你搞了个夫君 比姓何的好看一百倍 你一定会喜欢 天啊 这接下来要怎么维持人设啊 那 好消息呢 刚才说的不就是好消息 算了 既然女儿认为 接下来的才是好消息 那就当是 好消息就是你 不用生娃了 女婿都给你生好了 什么叫那一男人都生好了 这家子的脑回路 有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二狗子 把人给你姐带起来 哦 来了 绑一送三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爹 我姐她咋又晕了 她是不是吓到了 吓什么吓 她真是高兴 没听你姐说 这是好消息 那是干嘛 听说素生弱了个女婿回去 这不是出来找大家要分子钱呢 村里人平一百席 他们家只管过来 蹭时蹭火 从不给一个腾满了分子钱 如今到时有脸来要钱 这么简直是变相打劫嘛 他们家本来不就是土匪衣卧吗 你家结个婚位 啥要三份财女 打婚 满月 抓住 来到厨房 宋小小炒了份青菜 熬了份小米粥 正当他要吃的时候 这个人受伤了 他该不会就是苏老爹捉回来的上门女婿吧 好歹是给大家抢回来的 让我来验验货吧 说好的比何同生好看一百倍呢 就这 算了 先给他看看伤口吧 你是什么人 你醒了 你究竟是谁 想做什么 其他人在哪里 其他人 我也不知道 是这样的 你在路上受伤晕倒 我家里人把你救了回来 我方才是在给你检查伤势 检查伤势需要脱裤子吗 你裤子上有血 总要看看伤在哪了 那不是我的血 我现在知道了 所以你已经 也不是很好看 这个男人身受重伤 下身全是血 女人不仅不害怕 还扒了男人的裤子 谁知男人突然醒了 你都看到了什么 骗你的 你放心 我是很有职业素养的 我刚才给你检查过了 你身上有两处比较严重的刀伤 我爹已经给你上过金窗药了 但是很可能恶化 若在前世 我有十足的把握治愈他 可如今 眼下最重要的是 三个孩子的安慰与下了 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你发什么呆 怎么忽然不说话了 你说是你家人把我救回来的 他们可还说了什么别的 说你是我夫君 还说你给我生了三个娃 你是饿了吗 正好有吃的 你真有口福 田中带着微微的咸口 口感不比金城厨子做的长 这些都是这个女人做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 魏婷 我叫苏大鸭 看他吃饭的动作 慢调思理 透了一股清贵之气 但这人身上的气场又很冷 眼神中充满着沙发之气 苏老爹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绑了一个怎样的大麻烦啊 多谢你 多有麻烦 我在这休息一下 那我先走了 可能是穿越后遗症 怎么总是头晕晕的 迷迷糊糊间 苏小小梦见自己回到了现代医院 本能拿了些药物和手术工具后 苏小小梦醒了 我去 我白日梦成真了 大鸭 爹回来了 爹你们回来了 那三个孩子还好吗 在这呢 回来的时候 他们睡着了 抱了一路 刚到家就醒了 是啊 爹抱一个 我抱俩 给我累坏了 胳膊都快断了 没想到 那个男人居然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 他们不会一路上装睡 拿苏老爹和二狗当工具人吧 但是这么可爱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腹黑吧 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他们哭吗 不哭 乖着呢 就是不爱说话 苏承拿出三个被咬过的糖葫芦 他本来是不想买的 结果三个小豆丁直接咬上去了 我女婿呢 在屋里呢 带他们去看看吧 走吧 小豆丁们一起看你们丁上 这就是你们说的比何同生好看一百倍的男人 你相信爹 他真好看 你饿坏了吧 爹去给你做饭 不用 我去做 爹 你今天做的菜 外相怎么这么好 今天是你姐做的菜 什么 我姐做的 没毒吧 放心 毒不死你 我就不吃了 我晚上减肥 真兴 苏小小也很奇怪 为什么梦里的急救包也会跟着他穿越过 到底是科学还是神学 果然 伤口恶化得很严重 我要给你清洗 然后进行缝合 你别乱动 说着 苏小小就给他进行了局部麻醉 缝合完伤 围上纱布 整个过程 他能感觉到 魏婷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意识 然后拿了两粒消炎药吃下 终于可以了 你没事了 放心吧 死不了 一大早苏小小做完早饭 就出门散步 但是这一路上不少闲言碎 这个懒女人 居然有早起的一天 何不 他们一家子不是要到中午才起 快走快走 一会让他听到了 快关门 特别是来找咱们要钱的 吴嫂子 我来吧 我顺路回家 咱们一起走 女人一声不敢吭 她是苏大鸭邻居家的大媳妇 名叫小吴氏 苏大鸭之前没爽气 她只敢待在后面 小心翼翼地走着 家里的起的小豆瓶 看大人们多在睡觉 就在院子里挽起了麻药 不大一会儿 传在隔壁邻居家的说话上 娘 给我穿衣服 好好好 你等会儿 先让你爹把药喝了 娘 我想吃淘水 干 好 我给你做 你们怎么不进屋在这里待着 是不是饿了 你们慢慢吃 我去让你们爹吃药 看着眼前的饭菜 他们想起来 早上衣服也是这个女人们穿 又回忆起隔壁传来的声音 女人给孩子爹喂饶 给孩子穿衣服 给孩子做饭 孩子叫他娘 等到中午 苏老爹到二楼起床后 苏小小让他们在家看着孩子 自己独自来到了县场 想着临近年关 物价上涨 拿着苏老爹打劫来的彩礼钱 购买鲜里面玩游百多多 苏大鸭 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 古代 男人娶媳妇需要花儿来 可眼前的男人 不仅一份文花 反倒收了二十来 想让你不用来 却释放下钱 但结婚当天 男人狂奔 二十日逃婚 只因为新娘 是村里 出了名的恶吧 苏大鸭 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 是何同生 我是不会娶你的 你怎么还没脸眉皮的找过了 你以为我是来找你的 难道不是吗 也是 那你把彩礼交出来吧 你不会只毁婚 不退彩礼吧 你 好不要脸 你什么你 别和我扯那些有的没的 找小馅儿还得摸上两把 才给银子呢 我一没和你拜堂 二没和你动房 你可别想赖一个铜板的账 何同生气的账磨了脸 一方面 他把自己比作那种意思 另一方面 钱已经被他花得差不多了 你要是不还 那就只能衙门剑了 我那是被媒婆骗了 王你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一个乡下媒婆也能把你骗了 脑子但凡没见二两水 都上不了这个档 我看你别念书了 回家种地吧 脑子里的水 兴许能交二母帝呢 四周的百姓 也纷纷围了过来 苏小小的话调理清晰 就算事先不知情 这会儿也明白了前因后 姑娘 他欠你多少彩礼啊 二十两 嗯 卢大鸭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嘴脸 我什么嘴脸 耽误你欠我家财力了吗 这姑娘逻辑很强啊 没被那个书生牵着鼻子走 她就是论事 有理有据 但是那个书生 居然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 说不定你们和媒婆是一伙的 一起骗我上门的 对 一定是这样 既然如此 我们公堂见 苏大鸭 决定还钱了 银子我可以退你一半 这件事就此做吧 你东西掉了 什么东西 脸 官差大哥 十五两 十五两总可以了吧 十八两 我还十八两 姑呢 什么事 我还 我全都还 我想问官差大哥 警戒怎么走 苏小小带上从合同生身上搜刮到了五两 剩下十五两 让他写了欠条 三日内还清 紧接着 苏小小去了一趟粮铺 买了些粮食 老板 肉怎么卖 腊肉六十文一斤 鲜肉十文一斤 买鲜肉回去做腊肉 存放时间久一点 老板给我来四十斤鲜肉 来大客户了 看来今天能早点下班 好嘞 我这就给你装起来 姑娘 坐在这了 里面还有一副我送你的猪下水 你买这么多以后一定要查完了 好 我还会再来的 等到财买完差不多下午了 这么多东西 苏小小自然是搬不回去的 也许是他运气好 城口看到了赶鱼车的牢里头 李大爷 我要回村 劳烦你烧我一程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了他 以往坐车不仅不给钱 还有我我的钱 过于苏家在村子里的恶霸心情 老里头只能让苏小小上车 但是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 前面那老家伙给我站住 是张刀 多年前和苏老爹一起走过标 后来在县里帮混混 哟 这不是苏个闺女吗 这么巧 完了 这一车给乡亲们收的东西 彻底保不住了 刀叔 这么巧 你爹最近可好 老样子 我瞧刀叔倒是越来越精神了 小侄女 我和你爹认识 你又叫我一声书 今天你就算了 老头 兄弟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 借点银子花花 大爷 家里儿媳快生了 我身上揣的是给儿媳生孩子的钱呀 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吗 别废话 兄弟们上 等等 刀叔 车上有我的东西 哪些是你的东西 车上所有的都是 他是在帮我吗 不对 他一定是想独吞车上的东西 你确定 车上的东西都是你的 刀叔若是不信 可以问他 小侄女倒是与从前不大一样了 这不是长大了吗 刀叔说了不难为我 不会食言吧 老头 你的钱呢 怎么一个铜板都没有 我的钱啊 给儿媳妇生孩子的钱啊 肯定是让城里的小偷目去 看来刀叔今天运气不好 那我们走了 老头 今天算你走运 下次别让我看到你 忽然 他闻到了一股高粱的酒香 苏承不饮酒 给我站住 这兄弟三人 异常凶猛 动起手来 能打三十个奶 但三人却败在了一个女人的脚下 不但没打过 还被打断三根肋骨 一个重伤 两个轻伤 苏承不饮酒 给我站住 糟糕 露线了 快走 臭丫头 竟然敢框我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爹 大哥 那小丫头怎么办 给点教训 让他磕几个响头 把东西留下 好的 大哥看我们的 小丫头 你把车停下 我们还有得谈 苏小小拿出一块猪肉 猛着向后回去 打到其中一人脸上 男人瞬间倒地不行 另一个人跳到车上 抓到了苏小小的衣服 苏小小二话不说 直接给女人 混混从车上滚了下来 上辈子经过军营的她 是清楚打击哪里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头 你给我停车 你是疯了吗 我要是不疏离你这条胳膊就没了 李大爷上了年纪 挨你一刀 肯定就没命了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 他给我挡刀 他还是苏大鸭吗 今天就是你爹来了 你都别想那么简单离开 这是逼我出绝招了 爹你来了 佛山无影角 回去的路上 苏小小全程高了 宛若一尊煞神 老里头也不敢主动答话 到苏家门口 老里头以为苏小小 会把东西全部拿走 哪知他只拿走了自己的东西 随后便将门关上了 老里头愣住了 他和那些人打架 不是为了抢这些东西吗 低头一看 在苏小小原来坐过的地方 有一个钱袋 那正是自己的 旁边还放着十个铜板 他看向苏家紧闭的房门 眼神变得复杂了起来 怎么回来那么晚 给乡亲们的东西呢 都买了 送过去了 那我愁你不对劲 咋了 我今儿和大鸭一起回来的 那个死丫头又找你讹钱了 没有 他没讹我 那就好 他还给车钱了 还把拦路的混混赶跑了 苏小小红的屋里 看着手臂伤口 眼里流淌出了眼泪 好疼啊 好疼 苏小小处理完伤口 来到了镇屋 他把今天在镇上遇到合同生的事说了出来 却隐瞒了 碰到张刀的事 真不愧是我闺女 我还打算明天去镇上找姓和的 没想到你已经把财力要回来了 对了 我给他们取名字了 苏豆豆 苏妞妞 苏小虎 怎么样 爹取的名字好听吧 爹 我知道为什么我叫苏大鸭了 你的也是我起的 哈哈 我可真厉害 他们谁大谁小 一个旋 两个旋 三个旋 老大 老二 老三 紧接着 苏小小去给卫婷换药 伤口还行 就是有点滴烧 问题不大 我今天和你爹聊过了 你们说什么了 他说有人偷袭我 是他赶走了对方 救了我和孩子 让我以身相许 做你们苏家的上门女婿 你听我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个背后偷袭我的人 就是你爹吗 想让我娶贼为妻 任贼做父 做梦 做什么 虽然我爹绑过你 但我也治了你 扯平了 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 那咱们之间的账就得算个明白 伙食费 住宿费 医疗费 康护费 一天二十两 一个月算你五百两 托儿费一百两 三个孩子就是三百两 献结 代不设账 哪呀 女婿醒了 你什么婿呀 已经穿帮了好吗 爹 我饿了 为凭你节操呢 说好的绝不娶贼为妻 绝不认贼做父 怎么一转眼你就变卦了 饿了呀 行 我去早吃 你故意的 不然呢 你真以为我会心甘情愿 做你相公 你不愿意做 我还不乐意要呢 我马上把你送到衙门去 看你怎么横 全村都知道我和你成亲了 我进衙门 你就不怕会连累了你们自己 我怕什么怕 你出去打听一下 我苏大鸭的胆子是不是吓大的 是吗 那方才躲在屋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包是谁 不是我 我没有 对 不是你 小狗哭的 睡过晚饭后 苏小小让小豆丁上床睡觉 你们晚上不要踢被子哦 我走了 娘 不可以乱叫 知道吗 我不是你们娘 她看向三个一脸无辜的孩子 算了 他们还小 听说小孩子刚学说话时都是乱叫的 科研大楼的新药果然好用啊 一晚上就愈合了 看样子不会留下疤痕 苏承 你养的好闺女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女人没捡一斤柴 家里婆婆就允许她喝一口中 由于每天都喝不饱 导致女人体弱无力 今天背柴的时候 扭断了 柴火散落了一地 此时村里的恶霸女正好路 完了 今天没带银子 我还能安全回家吗 糟了 她不会要扭断我的脚吧 只是一点欲轻 没大碍 能走吗 完了 今天的柴被苏大鸭背走了 又要饿肚子了 你慢点走 跟着我 随后 苏小小把柴火 放在她家门口就走了 她是真的帮我 难道她便好了 苏小小到家后 发现苏二狗 跟三个小弟兵在院子 姐 你回来了 娘 你回来了 二狗 这是不是你教的 我就说了一次 他们学的还真快 爹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刚才来了一些人 把爹叫去镇里了 难道是张刀的人 坏了 二狗 把孩子带上跟我走 要出事了 苏哥里边请 刀哥他在里头等您呢 苏哥真是大忙人啊 这么多年不来看看小弟我 老弟今日找我何事 苏哥 老弟我要跟着五爷混了 这个人就是五爷派来的 老弟前途无量啊 今天是来与我道别的吗 好 我请你去喝几杯 喝酒就不必了 苏哥真有心为我践行 不如送份薄礼给我 你想要什么 但凡哥有的 一定给你弄来 你的宝贝闺女 苏大鸭 张道 你是什么意思 你宝贝闺女 没和你说吗 得罪了我是要付出代价 不想把人交出来 那也成 留下一只手 我就让你走 我留了 你就会放过大鸭 那得看我心情 兴许一高兴 就不和那个死丫头计较了 张道 你刚才说 谁是死丫头 你是不是忘了 老子当年是怎么把你就回来的 原来 当年苏承张道 一起走标 张道被土匪生情 是苏承一人单枪匹马 把他从土匪手中救了回来 而付出的代价 就是苏承的左手几乎废了 只能回到乡下种田 而苏承用来教训他的 正是那残醉的左手 张道 老子不惹你 你真当老子怕了你 欺负到老子女 女儿头上 你真是活腻了 嗨嗨 看来刀哥雄风不减当年 走咱们去看看战况怎么样了 姐 你说能打得优好 看来我要比他们两个好 打压 二狗 你们怎么来了 二狗说你被人叫去镇上 我就猜到出事了 爹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手的老毛病犯了 没什么大碍 对了 你们两个都来了 谁看着孩子 我找了人帮忙看孩子 那两个人 刚才一直说自己是五爷的人 五爷是谁啊 你别听张道瞎吹 他搭不上五爷的 万一要是搭上了呢 搭上就搭上了 他那副德行 怎么也得躺床上几个月 等他去告状 黄花菜都凉了 那要是不凉呢 狗崽子 你哪边的 你们回来了 今天多谢了 他们没闹腾你吧 没闹我 就是这三个孩子 一天都没怎么说话 他们就这样 这些点心你拿回去吃 这点心看着标签是紧记的 这太贵重了 我让你收下 没没什么别 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这姑娘是个可怜人 也未生了两个女儿 活泼还是不待见的 日子苦不堪言 吃过晚饭后 苏小小来到了苏晨卧房 爹 你手怎么样了 在原主记忆中 苏老爹左手就伤 几年没有复发过 这次因为自己的事 与张刀打架 才再次损伤 这左手恶化 比想象中还要快 没事 我不疼 我会想办法 医治你的手 在那之前 这只手不许再使劲 好好好 都听女儿的 苏晨晨从苏晨房间出来 看到三只小豆丁 在桌边一跳一跳地 瞅着什么 仔细一看 原来是桌子上 放着一碗糖水蛋 是想吃糖水蛋吗 想吃的话 要说吃糖水蛋 说了就有 苏晨晨想了想 从自己屋 拿了几个糖葫芦过来 你们看这是什么 想吃的话要说哦 女人单身十八年 不但没摸过男人的手 甚至男人都不敢看她一眼 因为女人是出了名的乡村恶霸 但眼前的三个孩子 却管她叫娘 孩子的爹 无旦不生气 还尚感着 要当女人的老公 原来苏晨晨穿越到 然后原生的爹 抓了个身份不明的俊男 给自己当老公 并且还抓一送三 看着手中的糖葫芦 苏晨晨人傻了 是糖葫芦 娘 面对三个无从纠正的小家伙 苏晨晨无奈叹了一口气 给你们吧 但是一会儿要乖乖睡觉哦 说吧她揉了揉三人小脑袋 转身去了卫庭房间 你的孩子都多大了 他们两岁半 他们谁大谁小 头上一个发悬的是老大 两个发悬的是老二 三个发悬的是老三 这还真要苏老爹蒙对了 那 他们叫什么 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不说算了 以后我就叫他们逗逗 妞妞 小虎 几个孩子这么久不回去 你家那位不担心吗 你说的是谁 他们的娘 她去世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妻子她 她不是我妻子 搞什么呀 人家给你生了三个孩子 到头来连的名分也没有 瞎头男 她是我 未经话还没说出口 苏晨晨就转身出门了 夜里 苏晨晨洗完澡 躺进了被窝 脑子里开始想一些事情 首先是家里的处境 全部家底 只剩下合同声欠下的十五两 听着似乎不赖 可一家人全都这么能吃 因此 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用不了多久 便会坐吃山空 看来 得想法子挣钱 不说邓小康 至少脱贫啊 另外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是苏老爹的手伤 基地药房 要是能再进去一次就好了 这一次 苏晨晨没梦到基地药房 直接一觉睡到了天亮 穿越者的福利只有一次吗 早知道多拿点药好了 既然药房指望不上了 只能去镇上医馆看看了 苏晨晨做完早饭 就打算去镇上医馆买些药材 看到院总的三只小豆丁 突然改了主意 我要去镇上 你们想和我一起吗 说着 苏晨晨就带着三个小豆丁出了门 到了村口 正好看到牢里头的旅车 在村口停着 李大爷 麻烦带我们几个去一下镇里 打压上车 咱们这就出发 他带着三小只 躲在嬉嬉嬉嬉大街上 小家伙们的可爱 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快闪开 不受困扯 恰在此刻 一辆宝马 横冲直闯了 急时而来 这危机意识还是挺强的 快跑啊 马车从我来了 说实时那是快 一个少年自二楼冲出 毫不犹豫地朝那匹马撞了过去 他以一己之力将宝马撞倒 两人一马重重地摔在大街上 你没事吧 我没什么事 就是胳膊 小公子 小公子你怎么了 你别像奴婢啊 传出声的地方 是镇上最贵的点心铺子 锦记 出事的是一个小男孩 刚刚正在吃糖炒栗子 结果外面巨大动静 吓得他被噎住了 苏晓晓抓住少年脱旧的胳膊 啪的一声给他付了胃 随后快步冲进了锦记 你哭啥 快找大夫呀 医馆就在前面 赶紧把孩子抱过去 这个说话的是锦记掌柜 丫鬟早已慌得六神无主 哪里还抱得动一个孩子 这是一名好心的年轻男子 伸出援手 从凳鱼上抱起了小男孩 把孩子给我 你谁呀 把孩子给我 他快不行了 小丫头你别舔乱 我得送这孩子去医馆 哪来的村姑 捣什么呢 哎 老张家的就是这么严美的 没法救的 是啊 去了医馆也没辙 医馆太远了 你来不及的 我能治他 开什么玩笑 一个村姑居然说 自己能治如此凶险的淹石之症 哪来的臭婆娘 还不给我让开 你想害死这孩子吗 姑娘 这孩子快没命了 你别添乱 有话好好说 别显示一个性命垂危的孩子 让他治 众人七嘴八舌间 一道清朗的少年声音 突然出现在门口 他来到苏小小面前 你来治 苏小小点点头 他让孩子趴在自己的左手臂上 头朝下 而后 他开始拍打他后心的位置 拍到第五下时 孩子猛地吐出了一颗栗子 小公子你吓死奴婢了 快别哭了 给孩子喝口水吧 方才多亏那位姑娘了 我活到这个岁数 头一次见 一 那姑娘人呢 苏小小出了紧记 方才急着救人 不知道三个孩子咋样了 在他焦急不已之际 三小子从一家铺子里 碰他跑过来 苏小小看见三个小家伙 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 知道去铺子里等 真聪明 你们肚子饿不饿 肚子饿不饿 娘吃 你们吃 我不饿 当心烫 你们 会说自己的名字吗 那你们叫什么呀 苏豆豆 苏牛牛 苏小福 男人趴在椅子上 女子在其后背猛拍了九九八十一下 奇怪的是男人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笑得跟菊花一样 原来之前苏小小 在紧记救了被掖住的小男孩 这种独特的救治方式震惊到了他 来人事后找到了苏小小进行求救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姑娘 我今天只带了这两位药材 剩下的三日后 你来我家药铺去 多谢你了 作为答谢 男子给了他所需的药材 不客气 咱们都是各取所需罢了 我正好也需要这些东西 那咱们三日后再见 你们吃饱了吗 吃饱了 那咱们走吧 我带你们去shopping shopping 小府又去shopping 而后 苏小小带着三个仔仔去了趟集市 买了些红豆和绿豆 还买了些没人要的梅干菜 又去了趟之前的肉铺买了三十斤的猪肉 而后坐着牢里头的车回到我家 吃过晚饭后 苏小小本想着回房睡觉 到屋了发现三个仔仔一人抱着一个枕头在房间等待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我们想和娘亲一起睡 牛蛋他就和娘睡 小府则是上手抱住了苏小小的腿 小府和娘睡 提出要求 列举案例 使出外蒙大计 你们这是一场有组织 有分工的行动啊 仅此一次 明天你们还是回西屋睡 三个仔仔乖乖点头 看着可爱的样子 苏小小也被萌化了 第二天 苏小小早早起床 来到厨房用昨天购买的材料 做了一些酥皮饼 这个时代能做出这种典型的也只有苏小小了 浓郁的香味把苏二狗吸引到了厨房 他随手拿了个饼三两口就吃了下去 姐 你做的饼比锦记的桂花糕还好吃 那你把桌子上的都吃了吧 吃饱了吗 差不多了 那就收拾一下 准备干活了 干什么活 老姐 咱们去哪里卖饼 集市吗 咱们不去集市 那还能去哪 咱们去锦记的对面 老姐 锦记就是卖点心的 咱们去和他抢生意 能行吗 你想多了 不过有这个志向是好的 也许将来某一天 我们真能和锦记抢生意也说不定呢 老姐 你怎么比我还爱做白日梦 好了 卖不卖的动 一会儿就知道了 这个时辰锦记的门口为满 苏二狗越看越觉得今天可能一个也卖不出去 老姐 你这 能行吗 你就在旁边吃 什么也不管 咱们不是过来卖饼吗 你不懂 这叫吃播 苏二狗尽管听这种 但是还是乖乖照 他吃到第三个饼子时 终于有个小姑娘被馋得不行 娘 我想吃那个 你这饼子咋卖 十文钱一个 有三种口味 红豆的 梅干菜肉的 和绿豆馅的 肉包子才两文钱一个 你一块巴掌大的小饼就卖十文钱 太贵了 不如您先尝尝 好吃再买 苏小小现场切了三个饼 每种口味都让夫人和她孩子试吃了一小饼 娘 好吃 这个姐姐卖的饼好吃 女人也没反驳 本以为味道好不到哪去 没想到如此美味 一样来两个吧 开张的生意 我多送您一个 您看要哪个口味的 来个梅干菜的吧 老姐 这才多大会儿功夫 就挣这么多了 比我和爹额钱还要快 哎呀 是他 谁啊 他就是我和你说的 救了那个孩子的女人 我去买他的饼子 喂 马上就到我们了 嗨了小半个时辰了 姑娘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见过吗 好吧 昨天你忙着救人 估摸着是没见到我 我敬你是个女中好姐 给我来十个 你怎么不送我一个 刚刚的客人 只买六个你都送 那是开张的生意 如果你明天早点来 就算只买一个 我也送你一个 你这饼有名字吗 景气的是叫苏饼 我们这个叫老婆饼 特殊的名字 加上苏小小助人为乐的事迹 很快摊位就为了很多百姓 不到半个时辰饼子 就都卖出去 老姐 你猜咱们今天卖了多少个铜板 七百八十文 说钱的明明是我 你怎么会知道 是吃了十二个 送了一个 你吃了三个 压坏了六个 剩下七十八个 一个十文 老姐 我看你不是摔坏脑子 而是坏掉的脑子摔好了 咱们明天还来这卖饼子吗 当然来 继续蹭紧记的人流量 我更喜欢没干菜的 回去给你做梅菜扣肉吃 啥是梅菜扣肉 回头你就知道了 老姐 老爹不在家 估计是去钓鱼去了 二狗 你去小屋市那里把孩子接回来 好嘞 我这就去 老姐 有人来了 是谁呀 是和同生和那个媒婆 大鸭 前几日和同生找到了 我说了欠条的事 今天我们过来是想 就这件事有个结果 什么结果 苏大鸭 目前我们和家凑不起这十五两 你们什么意思 我们商量一下 你现在再给我二十两彩礼 我可以娶你为妻 男人每天用头撞数八千次 我为别的 只为了把自己撞成一个傻觉 因为不会有人找傻 我要十五两 可是撞了三天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头铁 不仅仅人没傻 是不是 陆大鸭 之前的十五两欠条作罢 现在你只需要再给我二十两 你没证据的取我 我就心甘情愿给你当老公 何同生 你脑子是被猪犯了吧 你就不要再欲擒故纵了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那你说说看我是怎么想的 你肯定心里乐开了花 只花了二十两就能取我 真是让你捡了个天大的便宜 你真是不有人恶心人 你不会觉得我现在还能看得上你吧 你你你你 看见何同生红温了 媒婆赶紧接话过来 大鸭 现在都知道你被逃婚 你的名声已经放在这了 现在除了他没人能娶你呀 原来这个就是你们的底气 二狗 颂客 苏大鸭 你不会真以为除了我 你还会有人要吧 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 你好吃懒做 名声又差 你这辈子也休想嫁出去 随着争吵声越来越大 苏家院子围满了名居 大家讨论声也愈发刺了 这苏大鸭除了嫁给何同生 确实没人娶了 谁说不是啊 啊名声妈样 又被逃婚 不过有人看得上他了 笋头那个乞丐那天还说呢 白给他 他都不取苏大鸭 和同生牺牲也是挺大的 苏大鸭不减这个便宜 还在这装伤啊 周围人的讨论声 传进了苏小小的 我有相公啊 别说笑了 笑洗我了 你叫出来 让我们大家开开眼 这么久都不出来 不会是你相公 扯得没法见人吧 完了 冲动了 冲动是魔鬼 就算主动去找卫婷 那个冷面男也不会出面帮我 出了什么事 他怎么自己出来了 要是他不配合 就真无法收场了 苏小小啊 苏小小 你丢脸丢到古代来了 家里怎么这么吵 习惯了卫婷的冷嘲热讽 冷不丁语气如此温柔 苏小小不由地蒙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扭头 看向一旁的卫婷 这一下他更蒙了 卫婷的脸消了肿 露出了原本的容貌 活脱的一个名 二狗 他们是谁 是和同生和媒婆 你是 这是我姐夫啊 不知二位今日上门所为何事 你在屋里没听到吗 他们说我又笨又蠢 这辈子找不到男人 我就是苏家的女婿 你们如果再对我的妻子 出言不逊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和同生和媒婆 见这么英俊的男人 亲口承认 是苏大鸭丈夫 只觉得无地自容 一刻也没法待下去了 你的伤好了很多 但是以后不可以 自己在下地走动了 刚刚为了给苏小小撑场面 他愣是像个没事人一样走出来 我给你上点药 横你就说 这点小伤 不至于 处理完未平的伤势 苏小小去了后院 不一会儿 三个仔仔呲溜溜溜地走进来 萌萌地看着他 你们满意了 爹爹辛苦了 小福给爹爹捶腿 只此一次 下次我可不会再帮他了 小福 你捶到我伤口了 三个仔仔敷衍潦草地感谢完自己爹爹 就跑去找苏小小了 今日苏小小又将三个仔仔 托付给了小巫师 作为回报 他拿了几张饼给他 我不要了 你早上给的饼子还没吃完呢 好吃吗 好吃 我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 这几个压碎了 不好卖 不嫌弃的话 你拿回去给孩子吃 真的多谢你了 苏小小不知道的是 因为家里长辈的偏袋 小吴是和他的闺女半年没吃过好东西了 厨房里 妞妞和豆豆在看着饼 他们很饿 但是不想吃这个 因为就在刚刚 三个酥饼全被小虎舔过了 好饿啊 好饿 看看有什么吃的 舅舅 吃饼 你们不吃吗 我们不饿 舅舅吃 哦 那我吃了 味道怎么怪怪的 姐 姐夫是挺好看的吧 我们没骗你吧 是不是比何同生好看一百倍 早说了你会喜欢 你声音还能再大点吗 赶紧吃饭 魏婷加了一块放在他面前的肉 吃着吃着炖煮 这是什么菜 怎么了 不好吃吗 倒也没有 就是味道有点奇怪 是猪腰 你再说一次 这是什么 猪腰啊 我用黄酒去了腥味 吃起来是不是又嫩又爽口 特地为你买的 以型苦型 多吃点 我腰 狠 好 苏小小扫了三小只一眼 点点头 若有所思 第二天 因为苏二狗起来晚了 他们比昨天晚了一个时辰到镇上 锦记的点信早已卖了好几锅 姐 没人排队了 大家都买完走了 咱们今天不会卖不出去吧 姑娘 你终于来了 姐弟俩不约而同的寻声望去 是昨日那个从锦记过来的年轻书生 让我蹲着你了吧 我是今天的守卫客人 说好了的 第一个买的会送一个 是的 你要哪个口味的 一样来二十个 我今天要请我们书院同僚一起吃 姐 发财了姐 昨天见你好像不是很想吃我的饼 昨天带回去之后 同僚们都很喜欢吃 我尝着也不错 今天多买些 你明天要不要考虑来我们书院门口摆摊 你去了我们就不用跑到这边来了 姐发财了姐 行是行 可是书院门口让摆摊吗 让的让的 你怎么知道书院你家开的 是啊 我家开的 书孙龙教沈川 是梧桐书院院长的亲儿子 我可以考虑一下 不一会摊卫就被人群围了起来 大部分是昨天老婆 不一会老婆饼子卖光了 老姐 咱们今天卖了九百万 女人只是从家里拿了几个鸡蛋 就被婆婆一顿揍 饭头 三天两头往娘家拿东西 有你这样给人做儿媳妇的骂 肚子里生不出个小暖男 前世赔钱货 前面的是骂小无事的 后一句说的是小无事的两个闺女 小姑娘看到妈妈受委屈 无力地哭了起来 哭哭哭 天天就知道哭 要你们有什么用 苏小小在院子里摘菜 闹到隔壁传来的叫骂和哭泣声 她闭上了双眼 一小会儿后 小无事走了过来 估计是担心刚刚的动静被苏小小听到 怕有些尴尬 蹲下来帮苏小小摘菜 苏小小没拒绝她的帮忙 只是在她摘完菜 她进屋拿了二十个铜蛋给小无事 比起吃的 你好像更需要这个 我娘病了 我只是想拿几个鸡蛋回去探望她 我真的没三天两头往娘家拿东西 我懂你 小无事的眼泪掉了下来 积攒了多年的委屈 在苏小小的信任里彻底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 三个仔仔来到了邻居的窗户外 屋里的小孩名叫牛蛋 正是前面那个老夫人的孙子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给你们吃 馋惜你们 三个仔仔直接走了 不一会儿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串晶晶晶的糖葫芦走了回来 看到糖葫芦牛蛋眼睛都直了 仔仔们开始舔糖葫芦 舔了一会不过瘾 开始用小牙咬 牛蛋顿时觉得手里的一糖不香了 吃完糖葫芦 他们又回家拿了一盘肉丸对着牛蛋一口 牛蛋直接被馋哭了 吃完晚饭 苏二狗找到了苏小小 姐 咱们明天去锦记摆摊 还是去书院啊 明天咱们去锦记 啊 为什么不去书院呀 你想去书院 书院学生多吗 一定能比在锦记门口卖得多 这可不一定 锦记附近全是优质客员 卖得起价钱 也节省时间 那咱们是放弃书院的生意了吗 不 只是销售的模式要变一变 不早了 去睡吧 那你明天记得叫我 好的 怎么感觉憨憨弟弟卖饼比额钱还积极 苏二狗人都出去了 又探进来一颗脑袋 姐 你以后可以做一种饼 叫二狗饼 他曾经每天都睡到日上三干 如今天天起的笔迹还早 原因很简单 他从无业游民变成了上班族 而老板正是他的亲钱 苏二狗发现小巫师也在 我 我没事干 过来搭把手 欢迎欢迎 多了一个人帮忙 明明比昨天多一倍的工作量 愣是用相同的时间完成了 我婆婆醒了 我得回去了 好 你先去 等我从镇上回来再与你谈工钱 你已经给过了 二十个铜板呢 她的丈夫刘萍在镇上做苦力 一天累死累活也就五六个棚 我明早再过来 不收工钱 孩子我也会帮你带的 不是我说啊 你们紧记的点心能不能换些花样啊 话从何出啊 我们紧记的味道可是众所周知的 你们卖那么贵 还总是那几样 人家一小姑娘做出来的饼子都比你们的酥饼好吃 名字也新颖 叫老婆饼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没错 老婆饼好吃 不过是因为那丫头在锦记出手救过一个孩子 哪里是她的饼子好吃 有有有 老婆饼来了 丫头 给我留几个 老婆饼 亲 俗气 锦记内 几个厨子正在看着几张饼沉默不语 好像 是新做的吗 似乎与之前的配方不一样 厨子们没说话 孙掌柜尝了一口 妈妈妈妈做出的味道 我想妈妈了 这是你们谁做的 我要给她升为厨师长 就是外边卖老婆饼那个姑娘 姑娘 给我来两个红豆馅的 抱歉 今天的卖完了 这里头不是还有吗 这些不卖 您明天早点来 第一个买的我送你一个 那好吧 老姐 剩这么多 干嘛不卖 秘密 一个时辰后 二人站在了梧桐书院的门口 你们干什么的 我找沈川 是他让我们过来的 小四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眼 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丝毫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姐 那个叫沈川的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你们这儿能摆摊吗 不能 姐 你听 咱们肯定被骗了 等见了沈川问问他怎么回事 还见他呀 咱也见不了 大门都进不去呢 那就走小门 啥 说成了下人凶手 这无异于农夫与蛇 与动兵与狗 原来苏小小从后门翻进了梧桐书院寻找沈川 在路人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一处院子 从房间内传出男子像要死一样的咳嗽上 苏小小以为是沈川 快步去了那间屋子 咳嗽的是一个二十柱头的男子 已经意识不清了 苏小小摸了一下他的额头 我乐个动 这个少年得稍微有四十度吧 苏小小又给他把脉 结合他的呼吸音症状与脉象初步诊断是急性肺炎 在古代肺炎绝对算得上是大病了 看样子是得了有一阵了 再这么下去可能会危急性命 可是手里没有抑制肺炎的药 煞内间在苏小小背后生成了个蓝色漩涡 将他吸了进去 过一会儿苏小小又从漩涡中走了出来 同时手上拿着一个现代的医疗箱 他又一次穿越到了军事医院 拿了治疗肺炎和苏老爹手的药 喵的 吓死我了 这穿越者的福利是只能被动进入吗 苏小小一时也想不明白 索性赶紧救人 就在喝最后一口止咳糖浆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放开我家工资 苏小小一个闪声闪到一边 公子 公子 你怎么了 公子 你别吓我啊 沈院长神色匆匆的走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 院长 我家公子被人害了 是谁害你家公子 就是他 我没有 我都看见了 你别想否认 我家公子方才还好好的 是你 你给我家公子下了毒 你是谁 怎么进来的 后门翻进来的 我真是因为我的疏忽 导致这位大人物出事 神家救完了 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干什么了 否则我只能把你送去衙门了 你害了我家公子 你好瘾的心 我家公子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假害我家公子 说 谁派你来的 我没害你家公子 我方才是在救他 他咳得快要喘不过气了 高热严重 不信你摸摸看 你家公子是不是退热了 是没那么烫了 不对 人洗了尸体也会两顶 就是你害了我家公子 你别狡辩了 来人 把他绑起来 别绑别绑 你们听我说 自己人 自己人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沈川你来了 苏姑娘 沈川 你在干什么 爹 苏姑娘是我请过来的 她是好人 沈公子 我家公子与你无冤无仇 又来了 爹 我和你提过的 她就是在紧急救了那个孩子的姑娘 你可还记得我的警告 这是要掉脑袋的 简直胡闹 沈川 还不快给我让开 爹 你就不能信我一次 让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绑去阳门 还说我不是你捡来的 有这么对自己亲儿子的吗 沈公子 你来了 沈川拉着苏小小吃拔腿就跑 但不一会儿又黄黄然的退了回来 晚了 说草草草草草到 看来今日注定难逃一劫了 因为是镇上的名医 传闻可生死人 肉白 可最近一周她却焦虑的要死 原以为七天之海的病人 却一周不见好转 反而愈发严重 而就在今天她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不是病人死 而是她下巴 顶替她的却是一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 原来沈川带着苏小小逃跑的时候 遇到了之前在紧急门口撞马的少年 这个公子 你终于回来了 有人要嗨公子 医生跟在后面 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说道 我知道 应该就是她在暗中捣鬼 难怪贵人的病总是毫无起色 姓曹的 你别往苏姑娘身上泼脏水 她今日刚来 锦衣少年向前走了两步 只是轻微的动作就震慑住了所有人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这找人 你给我表哥吃的什么 药 你懂一说 略懂一二 你有几成把握能治 若患者我隐急 把握极大 好 你来治 我治病不希望有人打扰 尤其那个叫长平的 太过早了 可以 不许为官 没问题 诊金很贵 亦可 锦公子 你确定要让一个小丫头 代替我给贵人治病 我丑话说在前头 若是将贵人治坏 我们荣恩堂不会给他善后了 白泽 送客 不要啊 我叫锦衣 我叫苏大鸭 之前你帮我接脱旧的胳膊 还没和你道谢 诊机我会一并解算给你 我表哥的病就拜托你了 我会尽力的 苏小小与锦衣约定了明日再来 然后就离开了 白泽 你去查一下她的身份 是 苏小小到外院找到了沈川 今天的是多谢你了 这些饼子送给你 这么多 我吃不完呀 吃不完可以送给你的铜窗尝尝鲜 还有 书院太远了 我以后可能不会来书院摆摊 不过 若是有人想吃 可以提前预定 只要达到了时刻 我就免费给你们送来 另外 看在你的面子上 书院预定的我只收九文钱一个 哇 不必出门就有饼子送来 还能便宜一文钱 想想真的好划算啊 我这就去和他们说 时间过了一会儿 苏小小和苏二狗来到一家大门外 门外写了大大的福字 有人在吗 谁呀 一直敲 看到老夫人苏小小愣了一下 原来俩人曾经问买梅干菜 只说一次 请问福郎中在吗 你找我儿子干嘛 是苏姑娘啊 娘 您先进屋歇着 我来接待就好 他找你治病 你得收他双倍整齐 你吓我谁 我一会儿福郎中整理好了几个药包 你需要的都在这里了 我这里有几个治疗疑难杂症的房子 你可要学 真的吗 那还需要用药采底吗 不用 我直接告诉你 福郎中顿时笑得跟菊花一样 前世正在教人种地 教的正是苏小小的爹 苏承 这个是大葱 这个是香菜 这个是韭菜 蒜苗的叶子是扁的 大葱是圆的 苏承望着一片绿油油的菜 一脸呢 搞啥 这不都是绿的 你摘点小香葱给我 苏承果断耗了一把韭菜 点粉上开热闹的乡亲要笑叉气 苏承郁闷的半死 偏偏还不能生气 因为是自禁女儿让来 女婿 你来 爹 我推脚不变 你其实就是不会 围观的乡亲们 一部分是来看苏承资阳相 另一部分是纯欣赏魏婷妍 旁边有人注意到了魏婷 娘 那个人是谁 是小苏家的上门女婿 她长得真好看 公口几个妇女正在聊八卦 你们说那苏大鸭怎么突然转性子了 又是上山捡柴 又是河边洗衣服的 天天早出晚归 对 还听说她在镇上做生意了 那天我还看到她坐车都给钱了 你们说这是咋回事 就是找了个好样的书婿 我要是有的撬狼君 我也不好吃懒做了 但是苏大鸭那狼君长得真俊俏啊 让人看一眼呢 心都酥了 苏大鸭命怎么那么好 就是 命好有啥用 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我相公 我相公要是牛粪 那你们男人是啥 粪坑吗 出什么事了吗 苏大鸭还把自己当上花了 还真以为自己配得上那俊男 我看十里八香也只有姐娘你才与那狼君配得上 周婶子 您别说笑了 她是大鸭的相公 传出去不好听 别口无遮拦的 锦娘正在说亲呢 对吧锦娘 中午 三个仔仔见苏小小回来纷纷围着她 爷爷呢 在种地 爹爹也在种地 小虎也想去 他们不带小福 等小虎再大一点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了 你们和二狗去玩 我去换件衣服 二狗 我柜子里衣服怎么都是滑滑绿绿的 姐 你忘了 你的衣服都是照着苏锦娘做的 苏锦娘是谁 她是村花 周围几个村子数她最好看 你之前连她的走路姿势都恨不得每百一百次 那我这不是东施笑评了 这也太小丑了吧 临近晚上 周围的乡亲们都散得差不多了 魏婷的拐被小孩子拿着丸丢到了一旁 苏锦娘想回家前再看一眼魏婷 看到地上的拐杖没有一丝犹豫的捡了起来 多谢 她身上没有香下泥腿子的汗臭味 只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是受伤了吗 锦娘呢 再说亲了吧 我丑提亲的人快把你们老苏家的门槛踏破了 还 还没呢 你放心 苏大鸭那样的都能找个俊郎君 你的指挥更好 苏锦娘看了眼田梗上玉树临风的男人 没有说话 翁炫二人到家庭已经飞了 苏大鸭坐在院里 看见小虎在院子了 闺女 我回来了 见到自己闺女 被绿叶子折磨得阴霾一扫而空 别死了 爷爷 小虎你玩啥呢 蚂蚁 打压 扶女婿一把 她有手有脚干嘛扶她 打压 苏小小不轻不愿走向卫婷 伸出两根手指 嘘嘘一念 卫婷见她嫌弃的模样偷偷一笑 整个人往她手臂压了 苏小小差点被她压倒 卫婷 你干什么 爹 打压凶我 打压 不能欺负女婿 别会告黑状了是吧 你尽管压 压坏了算我的 别像上次被闷晕了就好 来啊 互相伤害呀 卫婷想起之前在某人怀里闷晕的经历 神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ano ba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